有六個之夜 我先從劍士開始看吧 劍士是屬於近戰傷害輸出還有生存能力比較高的 這個是普攻 第一個技能狂擊 第一個技能 敵方全體造成物理攻擊還有火屬性的傷害 第三個技能就是霸體 第四個技能挑釁 然後左方這裡 第二個 這有做起啦 第一個技能靈氣劍 是第二個技能狂擊 第三個是反擊 這個還能增加護盾 第四個 怒爆 來看一下最終的 第一個技能傷害增壓 這產生流血狀態 再來就是騎乘攻擊啦 這屬於無屬性的傷害 第三個靈氣劍 提升暴擊率 還有武器招架 這是最後一個技能啦 戰士部份 我們開下自動打看看 戰士部份 我們開下自動打看看 服飾的部分 第一個技能是神聖之光 第一個是神聖之光 第一個是神聖之光啊 輸出類型的啊 第二個技能就是回血啊 第三個技能 範圍內有放單體目標一個防禦盾 甚至輔助類型的 然後再來就是治癒術啊 第四個技能 看一下第二個心態勒 一樣是神聖之光 光之祝福 霸邪之陣 還有大範圍的回血 這是第三個職業啦 十字驅魔攻擊 喔他這個很久耶 他的 永暢時間啦 而且冷卻要40秒 這個算是打團戰用的吧 喔集體沉默 這招好強喔 沉默之術 那第三招勒 天使之障壁 這可以提升我方隊員的屬性 第四個 犧牲起伏 這也是爭議效果的 最大特點還是 十字驅魔攻擊 永暢好像是10秒吧 冷卻是40秒 再來是魔法師 魔擊術 這是第一個技能 第二個技能是什麼 火焰之壁 第三個火球術 然後 冰凍術 純法師類型的 那我看第二個職業好了 第一個技能 一樣是火焰之壁 然後再來是怒雷強擊 這招看起來有點猛耶 雙凍之術 第四招 火柱攻擊 好我們看第三個職業吧 風烈術 地震術 煉力連擊 哇他這個也是要湧上10秒 火焰之壁 好這就是法師技能了 再來我們看一下盜賊 第一個技能強力擊 第二個技能 毒刃 放毒的 第三個伏擊 第四個技能 隱密 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千萬左方的職業 方滾迴避 迴避後還會隱身耶 第二個強力擊 第三個毒刃 第四個伏擊 所以開自動打 給各位看 打順一點就這個樣子喔 第三個職業服裝也是有變的 強力擊 心靈正波 盛遠程的吧 幻影分身 我這招有點猛耶 他可以閃現到敵方目標的身旁 進行七次的展擊 第四招是什麼 音速投擲 快速切割 我這攻速很快喔 開自動打看看 我們看一下 弓箭手 這是補弓 再來 定位陷阱 這個就陷阱啦 然後呢 衝鋒劍 還會暈眩 然後再來雙洞陷阱 二連死 第二個職業標籤 專注射擊 電擊陷阱 第三個 爆散陷阱 第四個呢 心神凝聚 這增加屬性的 我們看第三個職業標籤 第一招多重射擊 第二招呢 專注射擊 第三招 狙殺瞄準 這提升狙殺能力 第四個 心神凝聚 那他自動戰鬥以後就能看到他攻速其實是很快的 最後 最後 商人 第一個技能 金錢攻擊 撒錢的 第二個 手推車 第三個呢 大聲吶喊 第四個 點金術 這算是範圍攻擊啦 這算是範圍攻擊啦 好看第二個職業標籤好了 大地之擊 哇全體陰炫 再來 金錢攻擊 野蠻揮擊 這商人其實很控 速度激發 這是提升屬性的 打自動看看 實際打起來很猛的 而且衝鋒那麼久 有了 這是第一個職業標籤的 我們看一下第三個吧 手推車加速 再來 野蠻揮擊 野蠻兇砍 兇砍最大值 我們看一下自動 打看看 以上就是六個職業的掩飾 有了